葡萄是我家 形象商圈靠大家 掂到春宝都说话 大家就准备要为葡萄会吃饱出发 照顺当地好吃到好生的地方 这葡萄也去买好的家庭 带孩子来参加 认识云林啊 你们说一下 说认识云林 认识葡萄 认识葡萄 葡萄很棒 吃饭很好 这次有葡萄町 形象上款发电贴会 为了要放店家 建筑身为国民路由卡的商店 做基盤的外公 只要面穿葡萄 找到葡萄町有特色的店家 又回到6个鸚子 都会充满莫差 立市长路基酸表示 希望有葡萄町带来更多的利益 我们葡萄商圈 今年有申请国民旅游卡 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商圈的店 把它发展起来 因为我们葡萄 以前是一个繁荣的乡镇 为什么会没落 就是因为我们葡萄 缺乏那个商机 所以我们现在要创商机 那请说我们各级长官 能注重我们葡萄这一块 我们葡萄真的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美食床官 寻宝活动 最主要是针对说 那个游客来我们葡萄 能发掘到我们的惊奇 能发掘到我们的店的特色 官议员市民庄也专定来参考 市民庄表示 岛南真的发展到一万 所以也希望透过国民旅游卡 点击的真实 为地方带来欢迎 我们立法委员李应元 对土南商圈 他的关心 所以说 也有在经济部商业师 要来带我们岛南 祝一个商家来 经营国民旅游卡 再来就是 要让我们的商圈带动繁荣 在岛南最款的外産 选担担当当中 会能找到当代最有名的商店 有美国董贵阿弥産 大拼的丁丁 那边也很欢迎大家 为美食当中 去发现岛南的水 继续人心 藏布朵